忘习思 是文悦 这是假设的问题 是教学一种方式 即使修应感果之徒 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阿弥陀佛 在无量劫前 他是个过往 出家了 那出出家的时候 叫法藏比丘 以后开悟了 趁他走法藏菩萨 这有时 有时应该就有宗 阿 所以 林荣对 怎么能 荣也是荣实的意思 怎么能可以说 非阴非苦 凌人长颜 那 有应有过吗 这是一个问题 佛自大悦 然后 往习思 自问 自答 修应 感果 是十觉之 那 修应感果 无为凝然 是本觉理 十觉究竟 无非本觉 十觉 跟究竟 就 通通是本觉 所以从体上讲 能讲得通 这还是前面所说的 这三种 常 建立 常人 这三种 本性 常 不断 常 相续 常 那 说这三种 四 相上有 有这三种 性上没有 体上没有 我们还用比喻说 在我们电视画面 屏幕上说 没有 三种都没有 在画面上说 有 那画面 没有离开 屏幕 那屏幕是真心 画面是旺行 这个要搞清楚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这个对于修行人 关系非常大 金刚经常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相 不包括 是暴徒 为什么 是暴徒 不能说的 是虚妄 踏实 敞住 踏实 没有 间断 自信 没有 生命 中国人 实在是 很了不起 这个族群 列带 神仙 都 他们不说出来 细心去观察了 你会认识 世世代代 都有 你看 连莱夫斯的 海鞋 发色 都是一个 他在世 谁看出来 谁认识他 他自己不说 别人说的 也不承认 那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我听说 唐恩平 唐恩平自己说了 如果真有轮回 他希望来 神做中国人 他要到中国来 他认识中国 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 认识中国文明的伟大 比我们强 我们身在中国 不认识中国 他们身在外国 他出生在伦敦 英国人 对于中国历史 撩如指掌 所以这三种常 前面我们学过了 本性常住 我们学佛 要能记住 六祖会能大事 中国人 他谈经上 讲得很透彻 谈经非常精简 不啰嗦 分量不多 讲诀了 开悟的时候 五句话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自信 什么是本性 讲得很清楚 很透彻 本性 是中国人讲的 大臣经上 多半讲自信 佛讲自信 自信就是本性 那在中国 同盟教科书里 三字经 头一句话就是 人之初 心本善 本心 本善 这一句话 不使佛经到之后来 才有的 佛经没有传到中国来 之前 咱们中国古人就讲 本性本善 佛经来到中国证明 证明中国古生 先献 说的 没错 释迦牟尼佛开悟了 说出来的 中国老祖宗里面 很多都是开悟了 我相信 他们的境界 他们的地位 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 中国人 中国人不称佛 称为圣人 圣人就是佛 贤人就是佛 君子 君子相当在小乘境界 从初古到始古 那本性 那本性什么样子 能大使用了二十个字 五句话 讲清楚了 大臣教 中级的目标 就是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第一个 回归自信的 亲近 本自亲近 没有人物 我们现在看自己 严重的燃物 燃物是什么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燃物 不清净了 那这是什么 这习信 不是本性 习信不是真的 你要认清楚 你把它放一下 本性就先前 本性 本自亲近 本不生灭 它不生不灭 所以 它是自信长 这真的 真心 人人都有啊 我们的妄想 是依真心起来的 没有真心 哪来的妄想 妄想怎么来的 真心上有迷惑 就变成我心 但是这个迷 不是全迷 真的是 局部迷 不是全迷 要是全迷的话 那么 祝福菩萨 就会受到干扰 不是全迷 不是全迷 我迷 对我有干扰 你不迷 对你没有干扰 那它是一桩事情 也可以做两桩事情来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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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